漫威最新聚集女浩克强势来袭 女浩克竟比男浩克更加强大 故事始于复联4结束后 这天班纳和表妹珍妮夫驾车外出 此刻的班纳靠一只气维持人形 她的右手还没回复 正在两人谈问美队是不是助男的时候 一架飞船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来不及躲避的珍妮夫 猛打方向导致车辆侧翻 直接掉到了坑里 幸好两人都平安无事 先爬出车的珍妮夫赶紧去救班纳 却意外导致 班纳的血滴到了她的伤口上 她的身体快速发生一变 她慌乱地跑到了树林林 再次醒来的她已经恢复了人情 她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随后她来到厕所清洗 这是一群女人走了进来 珍妮夫借用手机跟班纳取得了联系 可就在她等待班纳时 有几个不长眼的小混混却来骚扰 这让她再次变身 好在班纳及时出现 第二天 班纳将她带到了 扑尼为她建造的实验室 班纳也是在这里和浩克完成了合体 接着她向珍妮夫解释了 遭遇外星飞船发生车祸 以及她成为女浩克的事 而且浩克分析了她的血液 发现她完美地吸收了伽玛射线 她还用珍妮夫的血液 治好了自己的手臂 珍妮夫听完后 希望班纳能把她治好回归着她 可班纳告诉她 这种情况根本治不好 她能做的只能教她如何控制庭内的浩克 珍妮夫问她学会控制浩克需要多久 浩克说她用了15年 为了能尽快回到正常生活 浩克给珍妮夫制定了一系列特训 首先她把珍妮夫关在一个实验仓屋 接着班纳按动按钮 一个巨大的切割机 开始慢慢向珍妮夫靠近 班纳清楚触发变身的条件 就是恐惧和愤怒 过不其然 而下一秒 班纳却惊奇地发现 珍妮夫变身后体内根本没有浩克 班纳很是激怒 她和另一个人格斗了十多年 两妹不仅没了 还毁了她价值一百万的实验室 虽然珍妮夫可以完美变身 但是要做到自由切换身体 还有很多的容器要求